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活动人士说 他们不顾以色列海军的警告 已经恢复了向加沙地带 运送一万吨人道救援物资的海上旅行 协助组织这趟行程的自由加沙运动说 在因技术问题而一度耽搁之后 船队已经在星期天离开了塞浦路斯附近海域 目前还不清楚 船队将于何时完成这趟将近400公里的旅程 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说 军方不会让船只抵达巴勒斯坦地区 他还说这项援助行动是一种挑衅 这些活动人士试图绕过针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以色列和埃及于2007年 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 控制了加沙地带之后 封锁了这个地区